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也能像他的谈谈交通一样好笑呢 又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价值吧 接下来要上场呢 是一对刚刚组成的漫才组合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朋友王建国对漫才的喜爱 当他把张博洋祸祸完了之后呢 现在决定祸祸祸祸了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祸祸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是 我们是 你看就是第一次组合就是有问题 要不解散吧 走吧 咱们走重新来 大家好 我是祸祸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 日抛兄弟 我们这个组合啊 是专门为了今天的专场临时成立的 仅限今天 所以我们叫日抛兄弟 而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谁跟你好姐妹啊 咱俩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跟大家科普一些反诈的知识 揭露一些常见的骗局 随碟 你鞋带开了 我妈妈在哪儿 我妈妈在哪儿 这都是常见的骗局啊 经常发生在朋友之间 你这都是恶作剧吧 也不是骗局啊 你就说常见不常见吧 光常见有什么用啊 你得跟大家说点有用的呀 比如说现在有这种一类真实的骗局 叫茶叶女骗局 茶叶女骗局子 她骗局子干嘛呀 她补充维生素C啊 你对身体很好的吗 你关心骗子身体干嘛呀 茶叶女骗局是一种真实的骗局 一般呢 是骗子会假扮成一个年轻的女孩 来骗我买她爷爷种的这个茶叶 这样咱俩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很简单的 第一部骗子都会来加我的微信 加你的微信是吧 加我的微信 对 你好 我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的微信啊 你说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去电线杆上找微信 你干什么呀 编一个正常的理由啊 你比如相亲什么的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王阿姨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微信 王阿姨跟你是病友啊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王阿姨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 你修电线的样子好帅呀 我不会修电线呀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我是李阿姨 我不想跟大姨相亲 正常聊天就可以了 我来我来 美女 你今年多大了呀 今年是人家的本命年呢 你才24啊 人家72了 你这还是李阿姨啊 你得是个年轻女孩 咱俩得暧昧起来 暧昧起来 对对对 小哥哥 人家现在还是单身呢 请问你单身吗 哎呀 这个人家现在也是单身呢 我去 你也单身了 咱们公司是不太 不太 啥什么事啊 不是 本来不是挺好 我在学什么玩儿啊 我在 咱俩在演戏 你不要随便打破这个第四组墙 好不好 咱俩的演戏 你是一个骗子 我是骗子 骗子这会儿呢 一般也会发一些照片 发一些照片来诱惑我的 小哥哥 你仔细看哦 人家是第六节腰间盘突出呢 X红红片啊 傻瓜是何词动震了 谁问你了呀 小哥哥你看 这是人家在冬奥会的闭幕式上 扮演的冰敦敦呀 这也看不见脸了呀 你就说像不像吧 像有什么用啊 你为了骗我 你至少找一个那种 大美人的照片啊 美人 小哥你看 这是人家自己一个人 在家的时候 捅马桶的照片啊 这也不美吧 庞老师 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就你这么说 虽然很难反驳 但是也骗不到任何人吧 真的吗 真的不要眼冰敦敦了呀 继续骗我骗我 小哥哥 人家最近心里非常的难过 大家注意啊 这是骗子一般为了博取同情 要开始卖惨了 我爷爷总是一个人 自己在老家很孤单 我想到此处心里很难过 我所以就去马尔代夫散散心 你去什么马尔代夫啊 你心难过吗 你应该回老家陪爷爷呀 回老家陪爷爷 你应该在老家 在老家 对 这时候骗子会一般发一些视频 假的视频 假装证明自己在老家 出门是吧 对 小哥哥小哥哥 你看人家今天出门了 你这是在哪啊 我这不站你旁边呢吗 你应该在老家呀 回老家看爷爷在茶山上 茶山茶山 小哥哥小哥 你看这后面就是我们家的茶山 下面就是登山的人 这边就是珠峰的大本营 喜马拉雅山啊 那么冷的地方能种什么茶叶啊 红茶嘛 冰红茶冰红茶嘛 好赖啊 好赖啊 你好歹去一个正经的茶山呀 你就这么说 你说小哥哥你看 你看我爷爷在武夷山 小哥哥小哥哥 你看我爷爷在夷山 你爷爷有这么厉害吗 子子孙孙无情愧 爷爷说了 只要一带一带 总能成功的 你为什么突然给他们上课啊 爷爷的精神感动了上仓 爷爷现在等来了三胎政策 你不要再随便窜开古代语言了 现在这个骗局已经完全乱了 这个骗局本来应该是你假扮一个年轻的可怜的姑娘 然后你爷爷种茶叶很辛苦 这样才能博取到我的同情 茶叶女骗局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情感骗局啊 你早说是情感骗局啊 就是我是一个女孩 我爷爷是种茶叶的 我爷爷最近爱上一个绿茶 你这全都乱了 你这说的都什么东西 咱俩这样还给大家科普骗局 你自己都没弄明白 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信息 你多少吸收一点啊 你说的那些信息 哪有书画侮辱糖牛奶好吸收啊 那倒是 书画侮辱糖牛奶 怎么这么好吸收 说到怎么了 说到你爷爷种茶叶很辛苦 我爷爷种茶叶这么辛苦 那你就买点茶叶支持一下吧 大家注意啊 这是骗局的最后一步了 一般到了这一步 如果咱们真的打了钱给骗子 咱们就上当了 骗子就会找理由消失了 转账五千元 到账五千元 飞碟 你鞋带开了 你妈不在那边 那我去这边 你回来没让你这样消失啊 谢谢大家 太喜欢了 背后太猛了 太喜欢了 最后咋消失了 跟我俩身边的是吧 跟你们说在台下 我坐在那也紧张 那我的目光又很难 不被成龙大哥吸引 对吧 他前面呢 通过智盛啊 谭警官 他已经就是 觉得好玩这东西 所以王建国和庞博上来的时候呢 大哥是很想听一听的 就是很集中注意力 到电线杆那里就丢转了呀 杨幂在旁边还解释了 说有一些那个不好的广告的电影啊 等到冰红茶的时候 杨幂说这是什么东西